謝謝主席 麻煩會請顧主委 請顧主委 顧主委 顧主委好 顧主委好 上個月質詢的時候 我關心到 壽險公司啊 他們財報窗市 以及禁止比過地啊 的問題 那因為各個保險公司財報 事實上去年的全部都已經出來了 經管會這邊有沒有統計啊 我們22家塑險公司啊 去年綜合損益是多少錢 我手上現在沒有相關的資料 是 是 下面的幕僚馬上準備啊 數據給顧主委啊 因為這件事情很重要 當我們的保險公司 都散播片面的訊息 什麼保費收入歷年最高 然後獲利900多億 但是都不跟投資大眾講 綜合損益 那禁止 到底少了多少錢啊 這是一個不負責任的做法 第二個部分啊 是 按照今天 也有媒體開始關注啊 這個問題啊 有22家 保險公司的IPO 第一 他們的禁止比低於IPO門檻啊 現在還在靈異中的 整個對於保險公司的 穩健經營的要求的一些 比較趨向於整體面的一個 一個監禮措施 相關啊 那所以 對於保險非常有研究啊 的學者 還有一些保險業啊 的專家 都提出了警告 希望金管會這邊採取積極的措施 要求大股東爭執嘛 那我當然了解 過去沒有這樣子的要求 過去沒有這樣子的要求 並不代表過去是對的 現在金管會做了對的事情以後 我進一步關心的事情是說 你們打算 有沒有打算用什麼樣子的方式 要求大股東爭執 我們 有還是沒有 沒有你就說沒有嘛 我們有一些全面性的一些監禮作為 那我們內部 內部討論定案之後 我們要跟受險公司做一個討論 討論之後 定案什麼時候 沒有啊 這個關係的不僅是保護了權益 投資人的權益啊 我上次質詢我就講過啊 我更擔心的事情是什麼 這些人拿保護的錢去做金錢遊戲 結果最後出了事情 全民買單 過去這種保險公司的例子 我想我不需要再舉了 金管會什麼時候會定案 這個 這些措施 因為包括整個商品結構的問題 商品定價的問題 所以什麼時候會定案 內部已經有初步討論啦 我想我們一個快的時間點 應該是在五月間會跟受險公司 受險公會等等來做一個商議啦 OK好 所以你們五月的時候方案會出來嘛 跟他們商議嘛 他們接受或不接受 他們有什麼意見 五月再談就對了 就是說如果有需要再討論 好你們後面那個幕僚啊 我們去年保險公司的財報出來 售險業的禁值比禁值 綜合損益少了多少 數字給雇主委看 因為啊我事實上 我看有一些媒體是報啊少了五千億 但是我後來上去看財報啊 我一加一加的加 加起來的數字啊 跟媒體報的不太一樣 所以我想直接這個問題很重要 直接請金管會回答 綜合損益的部分在去年底呢 是負的4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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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等於是說一二月的時候表現有稍微比較好嘛 但是如果以去年年底 我們一年一年來看是4937億嘛 所以將近五千億這樣子的說法是沒有錯的 就受險是負的殘險是正的 OK好 接下來我要請教一下金管會啊 那個易營的總經理上任了沒有 我還沒有接到相關的 沒有接到相關的訊息 很奇怪啊 我們的行政院都已經在年假過後 大規模的發佈了公股人士的認識命啊 易營在他們的網站上面也寫了總經理 是我左手邊的這位蔡女士啊 跟委員報告 因為他們是要董事會通過了之後呢 在背景公文提上來 那剛剛銀行局跟我說公文已經到銀行局了 是嗎 他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提報上去 有有公文已經到銀行局了 對啊那你們審查通過沒有 我還沒有批吧 你還沒有批 現在的狀態是什麼 是不是可以清楚的跟大家講 不是他這個程序是這樣 他是由銀行的董事會先通過之後 事後這個所有銀行作業程序是事後再報到金管會來 做一個這個 是 通過後他們的一個審查 所以你們通過了以後沒有 我們現在 林剛 來局長說明一下 通過了沒有 還在 還在 還在保留 各位報告 現在的作業齁還在這個處理當中 所以還沒有通過 還沒有完成 那我就很奇怪了 這個人事案 到目前為止 金管會還沒有審核完畢 議員憑什麼 在他們的網站上面 就大剌剌的寫總經理是蔡立選 可以這樣做嗎 他們董事會通過了 從公司的觀點來看 他們已經通過了嘛 那當然金管會的 來看一下 金管會的審核 再做一個資格的審核嘛 對啊來嘛 銀行負責人應具備資格條件 兼職限制及因行注意事項第四條 金管會頒布的 你要上任以前 應該事先 就得到主管機關審查合格 使得充任 白紙黑字寫得很清楚啊 主管機關都還沒有同意 他為什麼可以在他的網站上面 說總經理就是他 這個是什麼金融經理 可以這樣做嗎 跟委報 他 這個我覺得這是一個觀點的問題 就是說他經過董事會 這還是觀點的問題喔 對 那現在是資格要經過我們審查合格嘛 那我就問你嘛 資格審查合格沒有 資格審查剛剛已經講了 現在還在這個 對嘛 所以他資格審查還沒有合格 我有說錯嗎 那他 他在那 好來接下來 要等到你們審查合格後 使得充任 請問使得充任這四個字要怎麼講 當顧主委事務是說 董事會過了以後就可以上任啊 監管會審查是後續的程序啊 問題是你們頒布的辦法根本不是這樣啊 當然他要正式來就任這個總經理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他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正式就任嗎 還沒有經過我們審查 合格通過嗎 奇怪了 你為什麼要當他們 凹成這個樣子啊 上面不是講了嗎 要主管機關審查合格使得充任啊 那我現在就問題來啦 你們都還沒有審查通過 議員評審們在他們的官網上面說 總經理就是他 金融監理可以如此散漫喔 還是監管會頒布的這一個辦法 根本是讓大家當作笑話在看 沒有要遵守 奇怪你們自己頒布的辦法 自己沒有辦法堅持原則 是因為怎麼樣 這個人實際上是行政院院長合的 所以講話比較小聲是這樣嗎 議員可以這樣做嗎 金管會在面對銀行監禮的時候 能夠沒有標準沒有是非嗎 能夠因人設事嗎 能夠因為這個人背後台很強 就幫他緩甲嗎 可以這樣做嗎 可以這樣做嗎 我在等您的回答 議員可以這樣做嗎 我們來了解一下他發佈的一個情況好不好 那個 沒關係啊 你下面的幕僚馬上可以幫你了解啊 現在敲第一銀行啊 就敲總經理啊 就是這位蔡麗雪啊 你們根本還沒審查通過 就可以在官網上面這樣搞喔 來 蔡麗雪的資歷 請問他現在是用第幾款 來跟你們申請的 他應該是原來是副總吧 他的資歷全部都在金控啊 我全部都幫你整理出來了啦 現在議員內部的人啊 大家在說什麼 大家在說 我們議員喔 因為高層塞了一個人下來 基本的銀行專業跟紀律都不遵守了 金管會還沒通過 我們的官網上面 他就是總經理 真的要審查他的資格發現 他的資歷全部都在金控 根本不符合什麼 根本不符合你們 你們自己頒布的這個要點 現在打算啊 用第三款 來申請審核 有員工提出這樣子的質疑 那我當然要請教金管會啊 是不是如同人家所質疑的一樣啊 因人設事啊 他符合第幾款 還是金管會 因為我們還沒審核 所以我們也不知道 還是反正人事已經認命 我們金管會審核一定會通過 後面都只是走秀過場而已 他符合第幾款 跟大家說明一下 因為不知道委員 我還沒有看到相關的公文 沒關係啊 銀行局局長不是在這邊嗎 他符合第幾款 公文報告我也還沒有看到這個公文 那就很奇怪啦 局長沒看到公文 金管會主委沒看到公文 我們的議員啊 膽子這麼大 金管會要不要追究責任 我們去了解一下 他公佈的一個狀況好不好 如果在你們還沒有審核通過以前 我們的議員根本沒把金管會放在眼裡 白紙黑字 要事先同意以後使得充任 他們都自己在公網上面做了這樣子的宣布 金管會要做什麼處分 剛上任的董事長 廖燦昌啊 之前欽赴烈雷劍必案的醜聞 我已經不想再提了 一上任了以後 說相信銀行專業 這就是你的銀行專業喔 廖燦昌董事長 你會不會快對股東啊 快對投資大眾 快對議員裡面所有 敬敬業業 認真守法的從業人員 主委 查出來了以後 如果真的像我所說的這個樣子 金管會要不要處分 我們再了解好不好 需要多久 這不用太久吧 兩天 跟大家說明 同時喔 該處分就處分 可以嗎 我們了解以後再跟委員報告 兩天可以嗎 這個禮拜吧好不好 這個禮拜吧 好 下一位林德福委員諮詢